烧傷的復健 烧烫傷的皮膚 如果傷害的程度超過二度以上 不論有無直皮 都可能有疤痕 而大面積的烧烫傷 經常會造成疤痕磷縮 進而造成肢體功能發生障礙 失去處理日常生活的能力 除此之外 因為深度的烧烫傷 所造成的神經損傷 結肢、肢體變形、肌肉萎縮等問題 都需要持續的復健 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 受傷後 不論後續有無再接受外科手術的治療 都應該要有持續復健的觀念 如果沒有接受手術 復健可以幫助功能的改善 如果在直皮或關節手術之後 更需要靠復健來維持手術的成果 復健計劃可分為住院期間的急性期 和出院之後的恢復期 即興期需注意灼傷部位的姿勢 使用腹目避免關節變形 運動的執行也很重要 而在恢復期 則需使用壓力衣等用品加壓於傷口 抑制疤痕增生 此外 心理復健也很重要 患者需要親友的陪伴與支持 幫助恢復正常生活 住院期間我們需注意到三部分 著傷部位的姿勢擺放 腹目的使用 運動的執行 第一部分 姿勢擺放 肢體受傷後 通常病人會不自主地將肢體曲曲起來 因為這樣的擺位對病人來說是比較舒服不痛的 但這並非正確的姿勢 皮膚傷口愈合時 通常越舒服的姿勢 往往是越容易產生軟縮的姿勢 所以擺位的基本原則 就是將肢體放在對抗疤痕軟縮的方向 並預防畸形的產生 這不僅在住院期間要注意 出院後 仍需保持良好的擺位姿勢 直到疤痕成熟穩定為止 以下為身體各部位的擺位原則 頸部有燒燙傷時的擺位 頸部前方如有燒燙傷時 不可墊枕頭 但可令小毛巾捲成圓柱狀墊在背部 以保持頸部些微向後伸展的姿勢 但如有頭暈的症狀出現時 則背後不要墊小毛巾 必要時需就醫檢查 頭暈的原因 肩關節有燒燙傷時的擺位 將肩膀抬高至身體乘90度 手掌心朝天花板 可將枕頭放置於身體兩側 軸關節有燒燙傷時的擺位 原則上應保持完全伸直的姿勢 若只有手肘後面有燒燙傷時 可將毛巾墊在手腕下 保持微彎的姿勢 手、腕、關節有燒燙傷時的擺位 使用腹膜將手腕保持在手腕朝手背伸展30-40度 第二至五支掌指關節朝掌心彎曲45-70度 指尖關節伸直 拇指保持在對掌的姿勢 拇指的指尖關節應避免過度伸直 此姿勢類似手握杯子的姿勢 若手指尖有燒燙傷者 可利用紗布卷 保持手指尖有一定的空間 或用手套充氣 保持手指尖有一定的空間 髖關節和膝關節的擺位 下肢放鬆時 容易呈現髖關節彎曲及外翻 膝關節彎曲的姿勢 因此正確的擺位是膝關節保持完全伸直 在於腿外側以捲起的毛巾或床單擋住腳向外翻轉 大腿內側或會因部有燒燙傷時 兩腳需打開15-30度 可用大枕頭放在兩腳中間協助擺位 懷關節的擺位 可利用腹膜讓腳板與小腿垂直成90度 若無腹膜可用 可將腳板頂床頭或床尾的床板或牆壁 腳趾頭朝天花板 使腳板與小腿垂直成90度 第二部分 腹膜 腹膜是一種藉低溫加熱 即可成型的肢體塑膠支架 它可將肢體固定在功能位置 以達到預防或矯正軟縮的功能 在即性期對於二三度燒傷的病人 傷口又在關節附近 使用腹膜可協助一般擺位之不足 直皮後肢保護固定 以及早期軟縮之矯正 維持關節角度以預防變形 而腹膜的使用需求與穿戴方式 應聽從治療師的指示 以下介紹一些腹膜的穿戴原則 依個人燒燙傷病情 可穿戴兩小時 休息兩小時 一日穿戴三回 懷足部支架 將小腿抬高 腳踝維持90度 接著將腳跟貼緊 放進支架中 依個人受傷情形 確認腳跟盡量沒有懸空 最後把黏扣帶依序貼上 可穿襪子 或放紗布減少壓迫 吸支架 將大腿抬高 接著將膝蓋伸直放進吸支架中 盡量保持膝蓋伸直擺位 最後把黏扣帶依序貼上 手支架 先將手掌虎口張開 接著放進手部支架中 確認手指和虎口的服貼 以及大拇指的張開 最後把黏扣帶依序貼上 第三部分 運動的執行也很重要 燒烫傷腹肩運動的目的 在維持正常關節活動度 即伸展疤痕組織 以避免疤痕短縮 及關節硬化 除了特定部位 進行直皮手術後的 五至七天外 在詢問過外科醫師後 應接受醫護人員的指導做運動 運動可幫助受傷部位消腫 並維持良好的關節活動度 避免關節硬化 而影響癒後功能 頸部 頸部前面或胸前有燒烫傷時 頭部往後仰至最大角度 頸部前面及左側有燒烫傷時 頭部往右側彎至最大角度 頸部前前面及右側有燒烫傷時 頸部前面及右側有燒烫傷時 頭部向左側偏轉至最大角度 在回正 躯干 躯干前侧 胸、腹部有烧烫伤时 常因弯腰驼背 进而促进八横软缩 因随时保持抬头挺胸 同时可做双手后撑的后仰阔胸运动 身躯右侧有烧烫伤时 就做往左侧弯的动作 躯干背部有烧烫伤时 可于坐着做身体前弯的动作 躯干前侧或后侧 或左右两侧有烧烫伤时 可坐着做转身的动作 双脚及骨盆固定不动 直转上半身 上半身要尽量挺直 肩关节 肩关节、腋下及其临近 前胸与后背的地方都有烧烫伤时 可于坐着或躺着 练习主动抬高双手 尽量抬高向床面靠近 双手掌心抬高双手 肩关节、腋下或前胸有烧烫伤时 可坐着或躺着 做水平破胸运动 肩关节、腋下或前胸有烧烫伤时 可主动将手肘弯曲后 另一只手于前臂加压 手肘前侧有烧烫伤时 将毛巾卷放置在手肘关节下 另一只手放于前臂加压 做伸直动作 手肘前侧及前背 有烧烫伤时 手肘弯曲成90度 前臂翻转时手掌朝上 另一只手可协助翻转至最大角度 腕关节 手腕背侧有烧烫伤时 可垫毛巾于桌面 做手腕向下弯曲的动作 手背贴桌面 手腕副侧有烧烫伤时 可垫毛巾于桌面 做手腕向上弯曲的动作 手掌贴桌面 手腕双侧有烧烫伤时 做向下弯曲 以及向上弯曲的动作 来伸展发痕 手部 因为手部关节容易软缩 所以最好每个钟头做一回运动 手部背侧有烧烫伤时 可做以下运动 掌趾关节朝掌心弯曲动作 可在桌面按压 可在桌面按压 手指各关节弯曲动作 在桌面按压弯曲 大拇指部分 握拳可用其他四指包住大拇指 或用另一手协助将大拇指各关节弯曲 对掌动作 大拇指与小指靠近 手指缝 弹虎口有烧烫伤时 可做以下运动 自行用手将弧口拉开 双手手指交叉互握 自行用手将其余指缝撑开 手指自行张开至最大程度 宽关节 宽关节后侧及其临近上下部位有烧烫伤时 可躺着 单脚弯曲 双手抱着预伸展八横的脚 下背部及其临近上下部位有烧烫伤时 可将双脚弯曲向胸口 双手环抱膝盖 直膝抬腿运动 下肢烧烫伤时 可于平躺时 单脚伸直 排至约45度 以维持下肢激励 膝关节 膝关节后侧及其临近大腿小腿后侧的地方有烧烫伤时 可于脚踝上方放置毛巾卷 做膝盖伸直的运动 膝关节前侧有烧烫伤时 可做单脚抱膝的动作 踝关节 脚踝前侧或足背有烧烫伤时 可主动将脚板往下弯曲 脚踝后侧有烧烫伤时 主动将脚板往上弯曲 脚踢 脚踢或脚背前端有烧烫伤时 平常应主动将脚趾往下弯曲 脚踢或脚底有烧烫伤时 可于平时主动将脚趾往上伸展打开 脚踢顶 脚趾由顶与脸颈 脚裴唇部位或其周围有烧烫伤时 做如下的动作 左嘴角有烧烫伤时 向右歪嘴角 张大嘴巴 闭口笑 明嘴 并将上下嘴唇往口内收 眼睛 眼睛周围有烧烫伤时 需常做闭眼的动作 睡觉时若眼睛无法完全闭合 需就医检查 预防肝眼症或其他眼疾 做伸展运动 至最大角度而感到紧绷或疼痛时 要在此姿势维持10到15秒 才有较佳的伸展效果 每个关节运动每回做15到20次 每日至少做3回 烧烫伤后的皮肤较脆弱 亦产生水泡或小伤口 但不应影响附健运动的执行 如水泡面积渐渐扩大或变脏 应与医师或烧伤中心联系 勿擅自使用药用乳霜于受伤部位 患者能自理的日常生活功能 也应尽量自己动手 这是最佳的复健 除了固定的复健运动外 在日常生活中 应特别注意正确的姿势或摆位 并避免再疤痕紧缩的姿势活动过久 出院后 若有需要 可就近寻求复健机构 治疗师的协助指导做复健运动 在手术后2至3个月起 疤痕短缩的速度更加迅速 关节活动极易受限 此时更要有恒心的持续运动 并利用各种可提供压力的材料 持续穿戴 确定斑块成熟不在增生为止 此时 亲友应该多多倾听与支持病人 多一点关心与同理 陪伴并协助度过烧伤后的心理冲击阶段